哈嘍 哈嘍 這是小姐 是這裡嗎 找不到入口 報道 那我們現在要去報道啦 第一次進來佛華飯店 這次呢報道的地方 跟代前博覽會 Eatspo是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都是在佛華飯店 我就 這個怎麼找啊 你看看誰先找到店 對啊 竟然還有專人幫忙檢查物 這個是他的馬步 轉換帶的貼紙 腳踏車跟安全帽的貼紙 然後紋身貼紙 轉換帶的話是三個 三 這次呢就是因為受傷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完成我的第一場E13賽事 但是因為就是比較快靠近比賽時間 就是才確認出無法參賽 然後這邊就沒有辦法做 延賽或者是 退賽所以我就還是來了 來領我的 第一場E13的物資 這場很多就是國際的選手來比 我現在看起來有沒有像國際選手 好嗎 你好 賣一個這個要不要 明天 明天要幫你加油 好啊 如果有一些參賽經驗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在甜賽之前的賽事博覽會啊 其實都可以找到就是比賽所需的裝備 可以講說啊今天可能 國家帶有不夠 還是號碼布袋或是有帽 都可以在博覽會中買到 而且是用不錯的價格買到 看看是誰 喔喔喔喔喔喔 哈哈哈哈 關卡畫老闆 嗨 法國的未來老闆 沒有啦 新的產品 就是尚未曝光過也還沒有在官網 還沒有在其他地方 你還沒跟我說 對還沒有跟你說 你要先摸一下 它摸起來像皮的對不對 但是它其實是機能的布料 我用的材質是跟Fendi跟Ferberys 一模一樣的材料 那這次洗衣精 我們要洗運動衣物 除了乾淨以外 它還能同時做保養 那我們這個洗衣精 為什麼能做保養 我們添加了一些酸菌 摸尿酸啊 對 你背的比我還清楚 它就是可以讓 比如說我們車庫的電子 或是彈性纖維 這些都可以維持原本的彈性 一般的洗衣精的話 洗衣精會很容易破壞纖維 或是讓纖維硬化 這個設計呢 比如說你這次兩天上 你就開兩包 如果大家有想要買的話 這樣Ferber是多少 跟Sidney買 可以有一個Sidney的優惠碼 Sidney減100 就可以減100塊 我們需要一個Ending 那就是來一首花心 好 花心 春去春回來 花些花會再開 只要你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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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化下你心愛 那這次呢 我覺得就是 真的非常可惜 因為這次是算我 今年年度計畫 就是想要完成自己的 第一場113賽事 其實在去年的年底 就是已經決定了這件事情 然後就報名了 這場Ironman的肯丁70.3的活動 也有就是陸續的階段性的在準備 但是就是意外 就來的太突然 我自己經歷這個受傷 以及身體上在感冒 然後再因為腳踝部分受傷 然後影響到其他的部位 然後現在真的必須強迫自己 好好休息 這個心態上真的需要 花很多時間調整 以及讓身體恢復 這個之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受傷的時候 其實我原本想說 那我至少可以來玩賽 知道最近幾個月 開始狀況陸 身體狀況陸續出現的時候 才比較緊急決定說 我可能可以玩賽 但是玩賽了 可能會讓身體的狀況更不好 所以才做了這個真的 非常困難的決定 就是放棄比賽 在真的開始比較有規律 比較有常常去做運動這件事情 才發現說 有時候真的放棄比 堅持下去還要困難 因為比較臨時決定不比 然後住宿啊 或者是一些行程方面 都已經就是都決定好了 所以這趟也想說 就下來做一個觀摩 陪老師比賽 因為韓老師他也是 在113的賽事上面 算跟我比較起來 算經驗比較豐富 所以呢 我今天也會帶大家來看一下 賽前需要準備哪些事情 今天是禮拜六 賽前一天 現在要跟韓老師去交車 113跟515近在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E3會需要在比賽前先交車 需要在前一天都把你的裝備 安全帽、卡鞋 然後跟車子都先準備好 然後放到會場 好像515是當天再把 車子跟裝備都帶去擺 怎麼現在才在打戲啊 109號 準備好了嗎 還沒 哇 這次的終點在室內 從外面那邊這樣子 跑進來 然後跑到報到的地方 對於要跑到室內 你有什麼感想 我應該戴金子嗎會很快 你不會戴這個帽子跑進來 我覺得在室內還不錯 對於我們這些來觀賽的人 就是在室內可以好好的吹冷氣等你 那我就在這裡 我還可以在旁邊吃Buffet等你回來 誰啦 曬到好嗎 超難紅 沒有比小姐難 風很大 太陽很曬 上波不抖 魔王是抖下15%的歌 很抖 真的很抖 老闆你好 請問喝這個是不是可以幹嘛 可以幫助回復 有益睡眠 很多啊 自己喝就知道了 主要是在運動回復 那我們就比較天然的 才可以大家在比賽前一位可以好好吃 你剛剛說不管怎樣 不管只要把第一名回來 阿如果沒有第一名怎麼辦 沒有第一名 你只要騎回台北 不會啊會第一個 唉唷 看這個自信 唉唷 可以啊 來幫你剪影片的最後 如果沒有第一名的時候 我再把你這個臉擺上去 呵呵 我們現在剛從交車的會場 回到房間 我們看看現在113的選手 他要準備什麼 準備沙龍pass 113呢 就是跟515還有一個差別很大 他的轉換區要放轉換袋 然後會分 游泳轉騎車 騎車轉跑步 跟你比完賽之後要拿的物資袋 這些呢 就是都要在你比賽前都先準備好 等於說你要把你游泳上岸需要的卡鞋 安全帽封鏡 補給 東西都放在這一袋 騎車回來的 跑鞋 跑帽 太陽鏡 跑步需要的東西就都要放在這一袋 然後最重要的泳帽 下水一定要泳帽 泳身貼 還有跑步一定要帶號碼 汽車不用帶 但是跑步選車一定要 選手交車 加油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Iro Man的 賞車大會 有關鏡頭要在哪 欸 我在隔壁欸 但我位置很大欸 我兩格喔 欸 省到你 我的位置 好 給你放 阿某出租一天五百就好 賽前例行 室游囉 游泳的地方 不肯定小囉 今天下水的地方 下我們 c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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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個什麼 醬子喔 醬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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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 再見 快點下水了 快 快 那我們現在有第四顆喔 還是會開啥嗎 你不穿啥也有 對啊再摺來摺去 不要爛 今天到時候五點半我只知道 下水囉 快點一直這樣耶 我們現在要去吃學生了耶 現在是自助餐耶 小姐小姐 請問你在拍什麼 拍跟你拍照 你是屁屁嗎 牛肉湯 我們衣衣三選手賽前一個晚上 來 這個是跑步轉換袋 是不是沒看過有人比賽前還這麼 Chill 你知道要怎麼綁嗎 要綁著換袋嗎 不能直接掛著 可以掛著但是它會變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這樣子一下 然後我們要這樣子一下 然後我們要這樣綁起來 好 OK 下一段 游泳換腳踏車 走到車子 好 早安 早安 準備好了嗎 1009號選手 還沒 4點42分 我們現在要去放轉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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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嗎 你好嗎 我好 加油 加油 GOOD MORNING AND TAIWAN VAI 5COUNTRIES REPRESENTED 3 2 1 差嫌 37 行 哇,完了一步,早上不應該跟著 哈老師已經出發了 當交友團真的沒有比較輕鬆 因為你要跟選手時間一樣騎床,然後這樣子趕快到處跑 那我們接下來哈老師出去騎車,應該抓三個多小時 我們就在這邊等他回來 一樓一樓 對啊,就是要這樣子啊 就是要這樣子啊 哈老師,我就賭你會上禿台啊,好不好 要上禿台啊,不然這個做的錢你要付喔 你們兩個都要寫字嗎 都可以啊 我們現在呢,來到房間要來做韓老師的加油牌 希望有一天也有人幫我做這個班子 然後可以選照片漂亮的 這個美術天分 不過 剛在場上看到大家比 看到大家就是很認真騎車出去 或者是奮力游回來的那種感覺 真的讓我覺得 好想比賽 好想要,好想要運動 而且就是走一路上可能遇到一些認識的朋友 大家都說 欸怎麼沒有比 其實我真的心裡超難過 被問到差點要哭 不過 沒關係 一切都是過程 相信 他會好就是會好 一定會好的 老師 老師 相信你會上鋪台 他這車怎麼出去 他有車來了 剛剛看到他已經 停完車 有沒有看到 臉子 等一下 等一下 欸有沒有考慮我的感受啊 等一下 欸有沒有考慮我的感受啊 唉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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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等你回來喔 我們現在還好是已經來到 跑步賽段 有點四十五 太陽超大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等他 跑完一隻半馬 就下班了 哈哈哈哈 幫他 好好的 不要中暑 哇 這是室內終點 你看 沒有跑過室內終點 不知道 跑進室內什麼感覺 之前台北馬也是只有 全馬台跑到 田徑場裡面 但是那也算半 半室外的 場景 第一名回來了嗎 我來看一下 家豪要回來了耶 家豪要回來了耶 一二六一二七 家豪我們在這大陣子 家豪 家豪 有可能全運會第一名 阿羅妹要來拿第一名吧 家豪 家豪 唉唷 家豪 拼命 有夠拼命的 讚啦 大陣子 上班 快點 猪 打得很厲害 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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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喔 呀 親得 雞蟹 集郎 全力 餐飲無華的Buffet 我們的分組第二選手 韓老師現在要頒獎了 韓老師要去試競賽了 開始緊張了吧 看他心率有多少 準備好了嗎? 這次正想Ironman的活動 就是有提供30位名額去參加 這個Ironman的世界錦標賽 現在頒完試競賽的資格之後 就再來頒每一組的分組排名 跟比賽賽事的總排名 那我們韓老師是分組排名第二 好累喔 看我們今天就是 就是比賽這樣子的時程 早上4點5點起床 這樣耗了一整天 假如說你剛好有得獎的話 還要留下來等頒獎典禮 所以我自己是建議啦 有可能會上頒獎台的選手 可能你要在比賽後 再多保留一天 住得離比賽地方比較遠的話 這樣子交通回去的時間 才不會讓身體那麼累 這次雖然沒有參賽 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到就是 我是如何去準備我的這個第一場113賽事 但是希望也透過從一個加油團的角度 可以去看選手 他們會需要什麼 以及這整個比賽的流程 我覺得鐵人賽不只是就是只有比賽 而是比賽的前面一天跟後面一天 都是算鐵人賽的一環 老實說我覺得鐵人賽真的是時間成本高 然後金錢成本也高 希望可以透過這支影片就是讓 也想要去挑戰113 或者是要準備玩113的朋友 給大家一點頭緒跟方向 也算是給我自己 即將要準備第一場113的一個示範 就是由我們優秀的韓老師來示範一下 精英選手的113都會是怎麼樣準備 可能沒有到很完善 但是一些比較重要的步驟跟內容 其實都可以從就是這支影片裡面看到 活動的所有的工作人員真的都辛苦了 有你們我們才可以享受一個這麼棒 這麼熱血的賽事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慶功耶 今天是手搖子 在吃火鍋給我說手搖 比完賽了今天是什麼日子 手搖子 可以買兩杯嗎 可以 第二名可以喝兩杯 好 第一名只要喝一杯 好啊